众所周知 一个国家要向自己领海地区不受侵犯 就需要具备强大的海军实力 而航母作为一种以舰载机为作战武器的大型水面舰艇 可以供舰载机起飞和降落 发展至今 航母已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威力最强的武器之一 我国在建造航母这方面也是花费无数心血 可谓是不惜重金 依靠航空母舰 一个国家可以在远离其国土的地方 不依靠当地机场的情况下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作战 要说这几年 解放军哪款装备最火 引发的话题最多 首推第二艘国产航空母舰 也就是003型航母 003型航母已经于多年前开工建造 接下来就是主体结构合拢了 要说起003航母 总是会给人无尽想象 随着中国科技和军事高速发展 与现在的两艘航母相比 003航母的战力肯定会发生跨越式发展 其影响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会引起轩然大波 甚至于会接身世界最先进的航母航列 003型航母的作战能力究竟如何 明眼人都能看出 002号航母不过是苏联瓦良格号航母的复刻版 战斗力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只不过是中国海军 为检验自己的航母建造技术过关没有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不自发动的特经血轮延明显取得了成就 但山东号航母的战斗力 实时相比辽宁舰有稍微的提升 相比美国的常规动力航母还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中国海军的航母发展道路也正有条不紊的进行 在经过002号航母的建造经验 我国完全掌握了大型航母内部的结构空间的设计 对于管舰的安排和各个舱舌的规划 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 可以打破苏联瓦良格号航母舰体的设计 重新规划设计吨位更大的航母 而现在的航母从外景上看 限制航母战斗力的93舰手上翘的飞行甲板 虽然这有利于飞机在没有弹车计的情况下进行正常的起飞 但限制了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和航母甲板调度的时间 因此想要提升航母的战斗力 就必须把上翘的飞行甲板改成平头 而所谓的改平头并不是单纯的改为平直的飞行甲板 而是需要在上面安装弹射器 如今在中国在马伟明教授团队的带领下 在电子弹射技术上有了重大的突破 并取得了先进世界水平 所以未来的003航母很有可能装备中国国产的弹射器 弹射起飞的坚实物战机 最大起飞重量就可以达到顶点 而不再需要考虑是带燃料还是带导弹的问题 而一旦弹射器装备国产新航母 将弹射型预警机这样的舰队之眼上枪后 对航母的战斗力提升将是指数型的增长 空中预警机的空中雷达不仅可以探测远距离的目标 而且还将成为航空编队的空中指挥所 为航母舰桥的指挥分担通信指挥的压力 让航母专心进行舰队航空作战 而拥有弹射器之后 对于飞机的升空以及航母的甲板调度效率更为高效 以美国的航母为例 四座弹射器可同时进行四架满油满蛋的飞机进行起飞 而辽宁舰却只能放飞一架 而且还得占用降落区的跑道 在动力选择上 以海军小步快跑的模式003号航母 可能仍是采用常规动力布局 因为采用现在001、002上成熟的动力系统 可最大限度地规避更换动力布局的风险 所以如果采用弹射器和常规动力的003航母的战斗力 或可超越美国在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小英级航母 一直以来 小英级航母都是常规动力航母的巅峰 它本身的航空战斗力并不比美国企业级尼米兹级的战斗力差 小英级航母的标准排水量为6万多吨 满载排水量达8万多吨 是美国常规动力的航母当中吨位最大的 航母上有9个飞机中装备各型舰载机82架 后来美国在尼米兹级上觉得并不需要这么多飞机之间才减到72架 所以在航空力量上 小英级航母的要强于后来的核动力航母的 而中国的003号航母很可能借鉴美国小英级航母的发展模式 小英号航母因其卓越的技能被称为常规航母巅峰 不过 使用了诸多更先进技术 且舰体本身得到充分优化的003级航母服役后 这个常规航母巅峰的桂冠 大概就要归一主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转发评论点赞支持 最后不要忘了关注 以便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